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算到这个地方 就我们刚刚写到这边这个式子 就把这边的负2i 2i 还有1都带上去 用s把它换成s把它换成负2i s把它换成2i s把它换成1 把它带进来 所以这边是负2i 负2i-负2i 所以是负4i 那分子也是一样负2i 然后这边的话是s-1 负2i-1 就这样带进来而已 还有一个指数的st 所以exponential的负2i t 因为等于要合并 所以我把它写成负2ti 一样 因为i在后面 用油拉公式 等下需要用的是油拉公式 因为exponential的i-负2i 写的是这样 所以i有把它丢到后面了 那第二个也是1 所以这个是带2i 2i加2i是4i 分子也是2i 然后这是2i-1 这一个 然后指数的2i t 就这个 然后再来第三个 第三项是带1 s带1 1加2i 1-2i 就这个 然后s带1 然后exponential st 所以变成exponential t 那这个可以约分 负2i 负4i 刚好约出2 这一样 2i 4i 约出2 那这个其他通通没有变 那这个是1加2i 1-2i 刚好是1 减掉4i平方 大概平方是负1嘛 对不对 所以是负负的正 所以1加4 所以是5分之1 在这边 所以这有一个答案是5分之1 exponential t 答案有一个是这个 那在我们这个把它做有理化 所以是1-2i 所以我们要乘上一个负1 负1-2i 把它乘上一个负1加2i 把它有理化 变这样子 这也是一样 乘上一个负1-2i 所以分子夫母同乘 一个同样的 那再来这个把它乘开 所以负1乘负1是正1 然后负1i乘负1是正2i 负1乘负1是正2i 所以消掉了 i的负1消掉了 那这个乘出来有一个负4i平方 所以说这边是1-4i 所以变1加4 所以是5 5乘以2是10 所以5乘以2是10 父母这样子 那分子没有动 分子没有动 那这也是一样 负1加2i 负1-2i 一样负1-1是正1 所以这个变 旷命部分这一项是 2i乘负2i是负4i平方 所以是1-4-1 所以变成1加4 所以一样是5乘以2 一样是10 那分子没有动 所以是负1-2i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去提 我们要反而用尤拉公式 尤拉公式我们是 exp i-3 所以加上exp i-3 好 好 这除以2 这变成cost 40 这个有问题喔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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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前不是介绍过吗 所以把这两个相加 是后面这一项消掉 所以得到两倍的cos cos2把它除过去 是这两个相加除以2 所以可能就得到这样子 可以 好 所以还有一个 是1-2i分之1 好 这个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去提出一个 十分之负1 十分之负1 那这个写在前面 好 因为我们照原来的公式 它一直来是写前面的 我们才是照公式写 比较不会错 好 所以把它写成这个 exp i-2i 好 再加上前面 因为这十分之负1 十分之负1嘛 好 提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就是得到 这个是相加的部分 好 因为符号一样 都是减的减的 所以符号一样 好 所以我们提出来 这边是中间是加的 这 我们 这一样有个十分之负2i 好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 十分之负2i出来 对吧 所以庆一求2i 那这一样 十分之负2i 所以我们这个把它减的 負負的正 這個負的成績來這邊是正的 所以一樣有一個十分則i 那exp2ti就這個 那後面這一項沒有動 一樣照抄 所以這一個就是cos 那這個 應該它再乘上一個負 乘上一個i 然後負號負號會消掉 所以這個要乘上一個 這樣除一個2 所以這邊就變成5 可以嗎 2乘5是10嘛 我們要配出是這個公式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一個i 所以再乘一個i 這樣子 這個就有sin 所以i i平方 所以變成正1 所以我們這邊加的5分之2 然後這邊是sin的2t 這樣子 那跟課本那邊答案是一樣的 就寫到這邊 好那你們抄的同時我再寫另外一個 我剛剛有說一句話就是 不見得要用它的公式 我們算了一大堆落落等 我們用這個去把它用分解的 一次分解的方式來看 不會比它慢 而且不會說容易出錯 我們看一下 這是給你參考的 根本沒有這一些啦 你們有需要的再去看一下 這邊 所以负 B 负 B 加 C 要等于 B 然后还有一个是五分之四 所以 S 等于次方 所以五分之四 减 C 要等于 B 所以 C 等于五分之四 所以我们的 B 那等于多少 五分之一 对吗 负的 对不 一项 所以五分之一加五分之等一 这样没问题 所以答案系数对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S 减 1 五分之一 好 这样子 好了吗 那边插好了没有 还没有好 那你有空你可以先看一下这边 这应该答案没有错 遮起来啊 用部分是做 S 带 1 所以 S 带 1 好 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刚刚用课本的那个 席位斯德的公式 算出来的 他的麻烦就麻烦在像这个的话 他要做有理化 比较啰一点 但是不见得所有题目都是会像这一种 所以假设他是像这一种 比如 S 减 1 S 减 2 S 减 3 就减十数的这一种 会好算 会好算 但是放到这种 I 的部分 他做有理化就会辛苦一点 所以说方法给你们 你们看要用哪一种 你们自己决定 那这个要算过之 还会知道有比较过才知道 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现在这些用部分分式的方式来做 就一项一项把它拆开 所以这边要两项 所以我们要拆两项 然后找细数 找细数 那第一项细数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是 S 减 1 要等于 0 部分分式 所以把这一项遮起来 等一下我们介绍可可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做法 所以 S 等于 1 那 1 带近 1 加 4 是 5 所以分模的话会变成 5 分之 1 就这个 那再来就是要算 M 平方加 4 上面的 这边的系数 B 跟 C 那这个我还是习惯 就是不用背公式 这个通分大家都会 应该国中就会了 国小这边也会 只是没有 S 而已 对不对 现在国小从好像小 2 来小 3 就开始学英文 所以 S 他们也认识 只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东西而已 好 那我们这边是把它做通分 所以我们这是通分 所以变 5 分之 1 乘上 S 平方加 4 再加上 V S 加 C 再乘上 S 减 1 这个 把它乘开而已 然后比较 S 平方一次 S 平方 这样子 这一项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 S 5 分之 S 平方 有一个 V S 平方 所以 5 分之 1 加 B 这两项 要等于 0 因为没有 S 平方 然后比较 S 的一次方 这边有一个 S 平方 这边有一个 S 平方 这边有一个 S 平方 所以负 V S 平方 加 C S 平方 所以负 V 加 C 平方 要等于 1 因为再分子有一个 S 平方 等于 1 然后再来就是 常数部分 5 分之 4 减 C 要等于 0 因为这边没有常数 就这样子 所以 C 为等于 5 分之 4 再带进来 那 V 为等于负 5 分之 1 这5 分之 1 一下 那验算这个应该没有错 因为它有三个方程式 但是只有两个位置数 但是刚好 不然的话 不见得一定会成立 假设有错的话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是5 分之 1 负的 所以变这5 分之 1 加 5 分之 4 所以 5 分之 5 是 1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你的系数 应该算出来这样是对的 好 所以把它放上去 好 所以变成 负的 5 分之 S 加 5 分之 4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个其实 做拉斯转换正逆转换 我们系数找出来了 所以第一项应该是 5 分之 1 exponential T 对吧 我们要找 F5 P 好 再来这个 我们要配 那这个 S 可以跟它直接算 所以是减掉 5 分之 1 多少 S 的 Cosine 2 T 然后再加上 这个要给它一个 2 对不对 所以说是5 分之 2 Side 2 T 好 然后Side 2 T 它有没有一样 有 有 你会觉得这个 比较好用 还是它这个比较好用 对啊 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好用 对啊 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好用 所以方法给你不见得 一定要用它的 你再试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那总觉得是说方法适合你的是最好的 不见得学得越多 然后用很辛苦这样子 反而有问题会把答案算错 好 这个样子这样没问题 这算给你们看一下 有这样的做法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在103页的地方 它另外有介绍这个 我们这个系数怎么去找出来的 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个公式 好 一样是 这一个内容 但是它用一个另外的方法来做说明 这个是在103页的地方 一样我们去把学习的函数 Fs写成像这样子 用它的做法 所以我们刚刚写的是 Q分之 S 然后再除PofS 这样子 PofS去除以QofS 只要这样 那我们一样假设 可以把它分解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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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A一样 可以是实数也可以是虚数 都没有关系都可以 就跟刚刚是一样的讲法 好 那我们两边 通通乘以一个S-A 好 你看一下课本那边有 所以你不见得要插 好 我们把上面这个 这个原来的Fs 我们把它分解成这样一项一项一项 然后找上面的星数 那一样 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到重根问题 所以这个还不能解重根的问题 好 所以 好 我们想要把它分成一项一项都独立的 那我们要找这上面分子的系数 会等于多少 分子比分母少S的一次方 好 我们左右两边 通通把它乘上一个S-A1 就把这个 要让它消掉 就找这个系数 好 所以说我们去把它Limit 好 S 趋近A1 好 所以我们这边是A1 好 那 这个是S-A1 所以S趋近A1 所以这个会变成是0 好 所以这边的A1A2都不一样 好 要不一样才可以用这个 好 假如一样的话是重根那种部分 就不可以用它 好 所以它在课本里面有叙述 好 就是A1A2这个根都是不一样的 好 才可以用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S趋近A1 S趋近A1 所以A1-A1 这个是0 那这两个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会有值 不管是正还是负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是0 这个有一个值 所以这个会等于上是0 好 那A2本来就是有个系数的答案 好 所以后面的话通通都是0 所以我们A1就可以这样找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算的时候 我们比方说我们刚算的 S-1 S平方加4分之S 我们要把它 这个遮掉 因为我们乘上一个S-1 我们这边乘上一个S-1 我们这边乘上一个S-1 然后Limit S趋近于1 这样子 好 就得到我们这边的A1 可以了解吗 这样看过 还是再写一下 我意思是说 像我们刚刚这个例子 好 所以我们的Fs 假设是 S平方加4 S-1分之S 我们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所以Limit 好 假设我们要算 这个S-1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系数 就是我们现在要算的是S-1 好 这个上面的A1这个系数 假设我们先放第一个 因为这个比较好算 好 所以说你就是S趋近于1 好 然后 这是S-1 再乘上S-1 S平方加4乘上S-1分之S 好 那算出来就是这个A1的值 所以这个S-1 S-1消掉 S带1 所以这个是1加4分之1 所以就等于5分之1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遮掉 原因是因为它乘了一个叫 一样的 好 就是这一个 把它乘上一个一样的 这样不要讲 就消掉了 所以把它遮掉的意思 就是你那个S-1再分之1 然后S-1进去它分之1 哪边 这个吗 这个已经约分约掉 为什么它会遮掉 不会啊 因为我们乘上一个一样的 乘上一个S-1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Fs 就是整个Fs 就是全部啊 所以出来这个啊 所以我们乘上S-1 那原来这里面就有一个 原来你这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像 S-1 比方加4 所以这个原来Fs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乘上一个S-1而已 只要就是要让它消掉 我们要找的那个像的性数的分母 目的是有这样子 好 那你说 那我们这边可以变成S加2i 好 S-2i 可以做 可以哦 好 所以你一样的做法 所以Limit 好 S趋近2i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S-2i 这一项的 所以说你就是S-2i 再乘上S加2i 然后S-2i 然后再一个S-1 然后这是S 所以S-2i S-i消掉 所以你再把S-2i带进去 就跟我们刚刚的那个一样 好 一样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103页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公式就是像这个一样 好 就像这个一样 好 所以A1就这样可以算出来 好 所以这个A1 A2 这个就可以是实数 也可以是虚数 都没关系都可以用 那问题就是万一我是虫根呢 不行 好 这个这样就不行 好 那怎么办 看我传给你们的资料 上面有 好 我传给你们的资料有解二次根的 好 解二次根的 那一样 好 没有啊 这个没有虫根呢 虫根是这样 比如S加1的瓜平方 这个叫虫根 可以 所以假设你要换 可以 所以假设你要换 变S加1再加上S加1的瓜平方 可以要这样子 对啊 但是不属于这一种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可以 所以就 这个就少一次 然后这个一样会少一次 这用V就好 不要C 不要Vs加C 哦 了解吗 我们上次应该有跟你评过 这个其实S平方加2S加1嘛 所以这个降一次 所以应该是 比如说是 A S加B嘛 所以说这个去把它除 所以我们这会有一项 其实应该S 这边有一项 这样子 所以你写的话 应该写这样就可以算得出来 因为这个通分之后 会有一个Vs加C的这一种 可以试试看啦 算一下 那你未来碰到题目就会 那 补充资料里面有教你们 但是他用的方法 有一个是用流速法 那流速法要背公式 其实流速法跟他 刚刚算的这个方法很像 那个就是 负变函数里面的一个做法 求那个 就是 发散的那个根 求那个极止的那个部分 好 那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没有 我们就看到 课本的103页的地方 好 请统计列集 103页的习题 1 3 12 13 17 26 28 29 33 3334 总共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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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29 请更改一下那个题目 在那个题目里面 应该给你们那一份解答 插考答案 插考题目跟插考答案那一份解答里面 29 应该有修正 那个要改成FT 不是0 29 它那个等到右边要把它写成FT 改一下因为它写成0 那0的话 就 因为它下面有FT给你们嘛 所以你FT应该有 那你看到29题是三次微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背三次微分你才有办法算这一题 所以要你们背的原因是这样子 不会啦 那个长系数的很简单啦 所以它有带了三个常数 那个初值啊 带了三个初值 Y0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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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好 那 有没有问题 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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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把它继续讲一个内容 我们就可以休息 对啊 还21分钟 它是一个定义的式子 这个在课本的第104页的上方 这个convolution 3.4节 那外面有一般翻译把它翻成折基 那有的书把它写成回旋基乎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积分 那定义是定义成FT F of T去STAR 这个星号不是乘 星号 星星 STAR 星星嘛 这个符号我们就把它称叫STAR G of T 这样子 那这样的运算 其实是一个积分的运算 所以是F of T-T 把这个F of T换成T-T 然后这个G of T把它换成G of T 然后从0到T来做积分 这个叫convolution 那它的价值是价值在我们未来要做到这种换式 我们可以直接在频率的函数里面变成相乘 十语里面它是一个积分 但是把它做到这种换式之后 它的价值在这个地方 会变成Fs 去乘上G of S 那这样有什么用 我可以刚刚看到的 像我们刚刚有一个什么S-1 然后再乘上一个S平方加4 对不对 那有一些 我们在转型表里面有 像这个都有 所以有一些像 转型表里面没有的 那我们试着可以把它拆成两项 比方说把它拆成S-1 再乘上S平方加4 那看要配给谁 这样的分子再说 配出来之后 我们去配看我们转型表里面有没有 那表配出来有 那我们可以去把它的逆转换找出来 把Fs的逆转换就是F of T G of S的逆转换就是G of T 去把它做convolution 把它做convolution 就是做这个经分运算 那就是它的 这个逆转换的答案就是它 了解吗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去把这个Fs 去乘上G of S 就变成F of T 去stopG of T 这样子 它的价值是在这个地方 不然我们解决我们在平函数里面 可能没有办法做逆转换的部份 去把它做 去把它那个答案找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104页的像 我们看一下那个定义说明 在那个蓝色的区域那个地方 它说有一个函数 有两个函数F跟G 它是在T大1等于0的地方是有定义的 因为它基本区间是从0到T 好 它有一个是定义是convolution 定义成F去starG 就我们黑板上所写的F去starG 这样子 那定义是说F去starG 会变成F的T-t 然后Gt 从0到T来做积分 那这个等一下 没有时间再说 这个也会等于G of T 去starF of T 也就是说它可以去交换 那交换会差别在哪里 就变成0到T 然后G的T-t f-t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式子 可以先看 在106页的上方 106页的上方有一个写一个F starG 会等于G starF 就是所写的F starG 会等于G starF 106页的上方 所以我们convolution 就是具有交换性 就是说你假如像量 它没有具有交换性 那这个具有交换性 就是说你谁先谁后做 先议算都没有关系 这可以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105页 我们有一个叫做convolution 这个的是摺机定理 是 STAR 星星 这样子 星星 这个是一个念法 一般我们就是叫程 对不对 這個不是層,這個是積分 所以這個層號是積分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般我們寫的層是寫這樣 或是寫個點 寫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寫個米字號 就是你們那個鍵盤上不是有一個 像這個米字號這一個嗎 那我們不是叫米字號,我們叫層,那個叫形式 鍵盤你會有手機拿出來看一下有一個 米字號那個 那個是米 那我們在鍵盤裡面認識一個星星 我們看一下105月的定理3.5 你們那個到時候考卷寫的時候 一樣要寫這個星號,我們不可以寫層 因為那個意義不一樣 了解 你寫這個層代表是層 你寫這個星號代表是積分運算 你說這個鍵盤是層 跟我們這個層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在這邊不相等 先記得 好,我們要證明這個成立 就是說我們剛說的 它的價值是價值在我們要求 反應這個逆轉化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先證明過去 然後我們反應算就直接推回來而已 所以我們從左邊這邊開始 所以fs去乘上qs 那依照我們的定義 所以這個 好,這是零大無限大 然後exponential的-st 然後f of t t,對不對 這是fs嘛 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拉出轉換式 fs 是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對t來做積分 所以我們這個qs沉進去 對這個積分是沒有影響的 可以 好,所以我們這是零大無限大 然後exponential-st 好,然後f of t 好,然後g of s 好,d t 把它劍這樣子 好,那我們等一下需要用到t 所以我們去把t 又要換成t 換成另外一個變數而已 好,所以我們這個式子 一樣沒有變 可以變exponential-st 好 我可不可以換一下 我可不可以換一下那個預算符號 抱歉,我換一下因為這樣比較習慣 那等一下證明會出錯 好,再重新講一下 我們現在這是fs乘上g of s 我們要反推回來得到這個 好,所以我們去把g of s 好的拉式 這個轉換代定義式進去 那這個其實g of s是g of t 乘上exponential-st 零到無限大來做積分得到的 那這個d t 這是它的積分變數 這是s 好,所以我們 對這個積分來講沒影響 所以我們把它沉進去 隨便exponential-st 然後fsg of t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需要用到 這一個 t的變數 好,所以我們先把它變數先換一下 所以我們把t換成t 所以變成exponential-st 然後fs 好,然後再來是g of t 好,dt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個 我們之前有一個公式 假設你還記得 我們f的t-a 然後h的t-a 我們做拉式轉換代式 會等於什麼? exponential-a s f of s 對不對 第二位定理 可以 可以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 所以我們把這個換成t-tau 所以變成t-tau 所以這邊的話a就換成tau 所以變成exponential-tau s 對不對 然後f of s 可以嗎 可以 所以我們把這個 之前的第二位定理帶進來 所以我們這個式子會變成0到無限大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拉式轉換式 f的t-tau 然後再乘上h的t-tau 我們這個是t-tau 所以我們把原來公式背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a換成tau而已 可以嗎? 這樣可以對照得出來嗎? 所以我們這邊就變成是exponential-tau 我們把它寫成exponential-t-tau 一樣的 好 那再來就是g of t 然後應該我們剛剛是不是換了 少一個tau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就換了把t換成tau 所以我們這邊應該是這個要換成tau 對不對? 這個要換成tau 所以剛剛沒有寫到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t都換成tau 所以這個要跟著換 所以這邊是g of tau 然後再來是d tau 得到這樣子 好 那這是 那是轉換式 所以一樣我們再把它帶定義式進來 所以是0到無限大 好 所以這個一樣是0到無限大 所以是exponential-st 這是拉式轉換式 所以我們這個區域把它看成f的t 所以exponential-st 我們看的現在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看到寫到的是這一個 等於 所以這邊是f的t-tau 乘上h的t-tau 然後再來是g tau 底 tau 漏掉一個底t對不對 所以再來是g tau 底 tau 好 那我們再看 我們這裡有一個h的t 我們現在看的是這一層 對這個底t來講 這個g of tau 它是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放進來 可以嗎 對這個積分這一層來講沒有影響 好 那這個是有一個ht-tau 所以我們這次底t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積分的上下線 可以跟著桿 應該從多少到多少 這個要拿掉 這個要拿掉 因為它等於1嘛 從多少才會變成1 t要從多少才會變成1 t要從多少才會變成1 t 好 可以 沒問題 就表示你看得懂 所以exponential-st f的t f的t-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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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au 然後再來底t 變這樣子 我們最後要產生的是這樣 才有辦法變成 這個拉斯轉換式 這個convolution的拉斯轉換式 變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去看 我們這個有了 這個有了 這個積分是不是不太一樣 對吧 我這邊是底T先機 底T先機它是套到無限檔 所以說我們要想辦法去換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函數都有了 f-t-tau 有了 g-tau 也有了 底T也有 那就是這個上下線不對 然後exponential-st也有 通通都有 他欠了一個東風 這個上下線不對 這積分的順序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這等於 這是t 這是tau 我們把它做標 看可不可以把它辦成 這個樣子 好 我們這是tau到無限檔 所以我們畫一條線 這是t等於tau 或是tau等於t 協定1嘛 好 這樣這沒問題 所以你把它看成這是s 這是y 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s等於y 這才45度嘛 好 所以你現在的底T 什麼叫底T 這樣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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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它是tau到無限大 所以這邊的話是t tau等於t 或是t等於t 是一樣的 所以 你現在要 積過去 現在是這樣子切 這個叫底T 對吧 所以這樣切過去 是 這個tau到無限大 積分的是這個1 還是積分這個2 贊成1 要積分1 這個區間的舉手 還要贊成要積分2 這個區間的舉手 好 都有人 這樣沒辦法 好 我來解決 我來解決 要積分是這個區域 為什麼 你這個是tau到無限大 所以你的底T是這樣子 所以一直往無限大 那你說 為什麼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0 對不對 你的T是0 這一條線是0 0 7到多少 tau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就用底T變數來講 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積的是1 這個區域 就現在畫的 這個底T的這個區域 這樣子 可以接受嗎 好 再來我們第二層要積底T 什麼叫底T 就這樣切切切切切切上去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底T的區分區域 要積的是這一塊 所以你只能往這個地方切 你不可以再切上面 因為上面 底T來講 它是沒有積分區域 對不對 這個對底T來講 我是沒有積分的 所以這一塊是不能算的 不能用的區域 所以要用的區域是這一塊 所以你就這一塊 我這一塊斜線 是不是這一塊就讓你切 沒關係 就底T 你就讓你切 就切到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說你的T到無限大 你的T也會趨近到無限大 這樣可以用 所以我們要積分的是這一塊區域 可以接受嗎 有問題的舉手 聽得懂 沒問題就把它背下來 這樣子 要先背再說 對不對 回去再慢慢想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兩個 積分的變數對調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一樣這裡面 exp 然後F的T減 G 我們要把它變成 底T 跟底T 這樣子 所以我們底T要先做 底T要先做 因為我們要產生的是這個公式 所以說我們把它換成這樣子 就有機會變成那個了 我們要的公式 所以我們底T 那底T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是底T T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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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所以應該是切到哪裡 所以0要積到T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這一個 積分的區域 會變成0到T 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切 我們要積分的區域就是 對底T來講 對底T來講 只能積這個 我現在把它分隔這個區域 那現在我們要底T先積分 所以就這樣從這個 這個條件是不是0 你這樣子切上去 一塊一塊把它切切切切 所以這一道T是不是應該叫停止 你再切過去就超過了 這個上面是沒有不能積的區域 因為剛剛已經定義過 那塊是我們不能算的區域 好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積到0到T 對濤來講 所以積到0到T 那一樣我們再去積底T的部分 那底T的部分 我們一樣這樣子切過去 所以這一樣是0到無限大 因為從這一點 所以這個條線限制它 這個0 大家都是0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來湊 我們湊出剛剛我們要的公式 所以我們最外圈是0到無限大 全球-SP 對不對 把這個往外丟 因為對T來講 S跟P都是常數嘛 所以可以往外丟 那第二層 我們是0到T 那F的T-G到底T 好 然後後面還有一層 是底T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convolution F的T 3 star G的T 然後這是0到無限大 全球-SP 底T 好 所以我們這個就會變成是F的T 3 star G的T 就可以得到我們這個式子的證明 那這個是課本的1051A那個定理3.5 那個是叫做摺跡定理 就是3.8的公式 就是把它做逆轉換而已 好 那我們下次再看立體 3.14的立體 我們先到這邊